我们高昌 于田 苏勒 康国等二十九国商定 愿为大唐皇帝陛下上尊号名曰天克汗 这是李世民最风光的时刻 十万铁骑千里奔袭生情突厥大可汗 原本属于突厥的西北诸藩都归顺唐王朝 他们请求太宗上尊号为天克汗 唐王朝从此建立了对四仪的统治 纵观历代帝王虽能平定中原 却不能令一笛容辅 唯独李世民得到了他们的归顺与尊重 看着四方称臣万国来朝 许久没有出席宴会的李渊 看得热血沸腾 他陶醉了 感觉这一切好像都在梦里 他早就知道自己的儿子很优秀 但是没有想到这么优秀 一直心存芥蒂的他 主动拉起儿子的手 好啊 好啊 我从来没见过北湖南岳的人 在一起跳舞 今天真是大开眼睛 这真是天下一家呀 李渊仰天长笑 生子当如此夫复何求啊 玄武门事变给他心中带来的阴霾 从此一扫而光 父子之间的隔阂在那一刻化作乌有 李渊终于安心了 接下来的日子 他真的可以无怨无悔的过一个逍遥晚年了 李世民声明远播功德无量 可却在不久以后 因为一时的冲动 竟然火烧功德林 那你为什么不阻拦朕 为什么 人都死了 你又来品评 朕要你有什么用 是什么让李世民坐立不安 追悔莫及 尽管五年 大当国力争争日上 社会风气一片良好 惹得小民百姓心里痒痒的 人人都想做皇帝 当然了 都是在心里想想罢了 可大当的乡州有一个叫李浩德的人 他倒好 不仅敢想还敢说 并许诺身边的人 等我做了皇帝以后 全都给你们加官进去 大唐就是再开明 也绝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存在 李浩德自然被捕 案子最后上报到 大力自称张韵谷那里 按律该将李浩德斩首 可张韵谷却发现 这个李浩德 时而兴奋无比 时而萎靡不振 有时胡言乱语 根本不知道他说什么 有时又谈谷论机 满腹精论 本着宁可放过一万 绝不错杀一人的原则 他亲自走访了李浩德老家 发现李浩德幻影癫痫 他把情况报给李世民 李世民从宽处理 不再跟李浩德计较 张韵谷打心眼里欣慰 因为他既完成了朝廷的任务 又不冤杀一个无辜的人 脚步轻快地就到天牢里去了 结果这一去 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于是弹劾张韵谷 说他包庇罪犯李浩德 因为李浩德的哥哥李浩德 曾认向周刺史 和张韵谷是好朋友 太宗起初还不太相信 可一听说张韵谷 竟然和案犯李浩德 在天牢里唱戏下棋 顿时暴跳如雷 张韵谷啊张韵谷 朕一向以为 你秉公执法不逊私情 你太让朕失望了 李浩德的病是真的 你还敢堂护子 你太猖狂了 把他拉到东西斩了 李世民 陛下 你跟朕闭嘴 张韵谷也正直出名 就这样匆匆被斩首 冷静下来的李世民 心里不是个滋味 左思右想之后 总觉得是自己的冲动 把艾成给杀了 实在是后悔莫及 叫来了方玄龄 臭骂一顿 那你为什么不阻拦朕 为什么 人都死了 你又来品评 朕要你有什么用 方玄龄这心里 一万头神术奔腾而过 嘴里却吐不出半句芬芳 只能是主动认错 磕头请罪 他看得出来 李世民找他看似问罪 实则是为了缓解 冲动杀人带来的焦虑感 从此以后 李世民下令 凡有死刑 哪怕是下令立即处决的 也要反复上阻请示三次 后又觉得不够严谨 加至两天之内 进行五次复奏 从此一套完整的 死刑三番五奏制度建立 此后一直沿用了一千多年 这是好事 可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李世民也不总是那么英明 犯过的错误 依然有可能重犯 几乎再次酿成大错 是什么气得李世民 竟要亲手毁了和魏征的 军民成贤的千古佳话呢 说起来起因不过一件小事 宫里的月华门年久失修 李世民找来江行门修饰一下 你是宰相的方玄龄 便问江行门这修门 是从哪里批的银子呀 陛下有没有跟其他人商量啊 这可惹恼了李世民 身为大唐皇帝 难道这点小事 都得向臣子们汇报不成 你们盘味个没完没了 好像皇帝做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是是是臣的错 房玄龄虽然贵为宰相 但骨子里还是把李世民 当成了他的主子 主子怒了 哪怕自己是对的 他也认为自己错了 他走的是忠臣之路 魏征跟他不一样 他要做的是良臣 只要见皇帝做的不对 他就敢指出来 陛下为什么责怪 大臣为什么要道歉 宰相的侄子 那就是辅佐皇帝治理天下 宫里的事情也不例外 房玄龄没有错 何况他们只是问问 并没有特别干涉 何罪只有啊 再说了 不问清楚怎么知道 这事情是大是小 会不会影响朝政呢 作为皇帝 你的一言一行 都影响到朝政 即便是小事 也不能任性而为 魏征越说越起劲 越说越有理 得得李世民哑口无言 新仇救援 叶股脑袋 全涌了上来 李世民脸色阴沉 你不止一次 会坏朕的名誉 当众辱朕 你可知罪吗 臣不知罪 你 来人 本想找台阶下的李世民 这下更下不了台了 恼羞承怒的他索性 就把那件他一直想做 却始终没有做的事情 这次就给他办了 把魏征罢官夺职 流放三千里 眼不见心不烦 陛下 万万不可呀 万万没想到 魏征这个糟老头子 竟还那么得人心 想办他还真不容易 李世民有些无奈 长春无忌趁热打铁 大舅子都开口求情了 李世民有了台阶 也给了他面子 白白手是以所有人退下 自己一个人静静 可是一转头却发现 魏征一个人 仍然愣愣地站在那 那架是好似等着 皇帝专门给他道歉似的 难道你还等着 朕给你道歉吗 魏征的眼神多多闪闪 乍一看像是一只 受伤的小白兔 但那只是表面 心里却在想着 如何让李世民 再次认可自己的话 甚至不得不诚心道歉 为此他祭出了杀手锏 你老说我不给你留面子 可你知道吗 这都是为了你好 臣子帮助皇帝治理国家 那就得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凡事都藏着掖着 那还怎么治理呀 要知道治理的好 治理不好 千百年之后 关系着皇帝的历史评价呀 这一招打出去 震动李世民的气策 为着明白 得位不正的李世民 想称为圣君的迫切心情 更明白 人人都需要 鼓励于肯定的道理 所以他常常将历史评价 拿来引导李世民 让他觉得自己 也能成为姚帅那样的圣君 从而不断地完善自己 采纳他的正确意见 魏征皆知 陈在 魏征 你能接受朕的歉意吗 臣 接受 从这个角度来说 魏征是很懂得觐见之道的 并非我们看到的那种 什么时候都硬着脖子梗硬上的人呢 也难怪他能够寿终正寝 名垂青史呢 各位看官老爷们 你说是吗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观点 我是刀刀 咱们下回再说